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的直播之前 对于情绪的话题 我们做了一次问卷的调研 很多呢 大家呢纷纷填写了好多 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我们也是想看一下 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情绪的困扰 那我们发现了四个类的问题呢 是比较典型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邀请到四位提出问题 比较典型的朋友 来到直播现场 和玉竹老师面对面的 去探讨情绪话题 也欢迎四位朋友的到来 跟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 嗨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开始我们今天直播的环节吧 首先呢 也想请第一位伙伴 请您呢来聊一下 您是带着什么样的 一个情绪问题的 玉竹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长如 那很高兴呢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到这个直播间 当面的向玉竹老师来 咨询问题 那我想呢 玉竹老师 就是平时呢 我是觉得 只要你努力工作 然后努力提升工作能力 就可以了 至于提升情绪价值呢 好像没什么用 但是呢 我又发现呢 身边很多这样 情绪价值比较高的人呢 他们呢 在这个工作生涯当中 发展的又确实比较快 所以呢 我就想问玉竹老师 一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是也要提升 这个情绪价值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长如问的这个问题 首先呢 我想说情绪价值 这个词最近特别的火 对不对 我刚刚看到弹幕上 有小伙伴说 老师又来了 谢谢大家还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你们说 老师又来了 我已经获得了一份情绪价值 我会体验到 有人呼应我 有人愿意跟我连接 所以你看每个人 其实在情绪上面 都是有需要的 那但是关于情绪价值 这件事情 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区分 也就是我们在情绪上面的满足 有些是高频的 有些是低频的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区分呢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媒体时代 流量的时代 而且我们这个自媒体的时代 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透过媒体的渠道 来传播自己的想法 影响别人 所以你们会经常看到 媒体上面提到说 情绪价值 你做的短视频要有情绪价值 你写的文字要有情绪价值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要留意到 有一些情绪价值 是迎合了我们的低频需要 有一些是可以满足 我们的高频需要 这里我举个小例子 就好像我们对于身体的需要 有些时候我们做的事情 一时半会是舒服的 比如说你回到家很累了 往沙发里一摊 那时候你觉得好舒服 但其实那个姿势 正在伤害你的脊椎 而你并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种低频的满足 但是还有一些时候 我们会去运动 会去健身 当时可能会觉得辛苦 但是从长远来看 对于你的身体而言 它会有一种深层的满足 这是一种高频的价值 所以对于情绪也是一样的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说这是一种情绪价值 其实你配合了别人的情绪模式 比如说 他可能很抱怨他老公 你陪他一起抱怨 你对他说这就是渣男 什么都不怪你 都是他的问题 他当时一定觉得很开心的 但是对于这个人的情绪 没有任何帮助 这个就是低频的情绪价值 那么还有一种 当他抱怨他的老公的时候 你有机会带他看见 所有的抱怨背后 是没有实现的爱 所以那个没有被允许 表达出来的情感 是怎样的 给他一些鼓励 给他一些支持 他也许当时会觉得不容易 甚至他会觉得 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边 但是如果他可以过完 这个情绪的关口 他就会体验到真正的满足 所以在这个流量的时代 区分我们的情绪价值 高频低频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花一点点时间 讲一点关于情绪的原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一个 我们看不懂的问题 对不对 当我们说情绪 情绪 情绪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可能每天在说这个词 但是我们极有可能 根本不认识情绪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把自己身体的 某种体感反应当作情绪 我们有可能会把我们的 某种行为模式当作情绪 那情绪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知道 我这个人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独立的意识 对我看到有些小伙伴 已经说到了 高频的满足和低频的满足 所以今天我们聊 这个情绪价值 不是说让别人高兴 配合到别人就可以了 所以刚才我相信 常如说 我在情绪价值这一部分 我原来不太愿意发展 极有可能你不太愿意 用低频的方式去迁就别人 去妥协 去配合别人 去讨好 去取悦别人 所以我们以为说 我不想取悦和讨好别人 我就不想发展情绪价值 这个太棒了 但是你说的是 它的低频价值 我们今天要看 怎么样能够有高频的价值 去感染别人 带动别人 影响别人 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情绪的感受里面 觉得愿意建立连接 愿意敞开表达 所以我们得知道 我这个人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一个无形的意识 但是我们得住进 有形的身体 所以如果听过我们上一场直播的小伙伴 就会知道 我们的生命里有三大中心 它也对应着我们的三层身体 首先来看 最里面的 最具体可见的 是我们的物理的身体 我们的肉体 对吧 这个在我们安利的平台上面 有那么多的很棒的营养的产品 为什么 是要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身体的平衡 那只有这一层身体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我用这个肉体可以移动 可以行动 但是它是以我的皮肤作为边界的 所以我得摸到这个板 我的肉体才会接受到它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最容易看见的一层身体 可是在这一层肉体之外 我们还有一层能量的身体 叫做情绪体 那情绪体呢 是能量的存在 所以它不那么具体 但是你能感知到它 比如说 有没有一些时候 你们遇到一些人 你并没有碰到他的身体 但是你会觉得 我难以跟他亲近 我觉得有压力感 甚至于我会下意识地往后退一退 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但是你遇到另外一些人的时候 你也没有跟他接触 可是你想贴近他 你会觉得有亲近感 这就是我们的情绪体接触到了 所以如果有些人 他走近你的时候 你下意识地就往后退 意味着你在情绪体的层面 跟他之间是有抗拒的 你可能想不明白 但是你的情绪 比你先接收到信息了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有些时候 我们瞬间的情绪反应 可能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得了解自己的情绪 感知自己的情绪 那么情绪体之外呢 还有一层理智体 也就是它的影响范围 比情绪体更宽广 你看啊 我们的情绪体的感知范围 就会宽过我的身体 那么我们的理智体更宽广 你目之所及 你面之所向 都有机会搜集到这些信息 帮助你识别和判断 那我们就能够看到了 我们的情绪体 是不是在这两层身体之间 所以这个能量的身体 就帮助我们 去感知周围的环境 接收信息 它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把我们内在的信息 向外传递 一个是把外面环境的信息 向里接收 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 透过我们外在的信息 接收向里 给到我的身体 以指令 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松弛 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收紧 同时我们也可以 把我们内在的选择 向外传递 帮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去思考 帮助我们更好 用好我们的理智体 所以情绪体非常重要 情绪体的状态 就决定了 我们的内层身体的健康 所以你们都知道说 一个情绪不够健康的人 他的身体也不容易健康 对吗 因为情绪体所有的反应 最终都会落在我们身体的层面 这就是往内层的影响 那么往外层的影响 我们的情绪体 是不是有张力 是不是能够松弛 是不是有弹性 是不是有美感 它就直接影响着 我们的理智体怎么样去工作 所以你会看到 一个情绪偏执的人 他的认知也偏执 他就会很狭隘地去思考问题 很狭隘地去观察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在情绪上面 是很压抑的 我们思维也很难打开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 要讨论我们的情绪体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能量 透过三大中心 有没有上一次听过 我们直播的小伙伴 大家可以在直播间 举个手 如果你们上次听过 你们就听过三大中心 上次讲得更清楚 我们今天简单一点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透过三个中心 来释放我们的生命能量 也就是生命力是无限的 但是它有三种表现形式 本能中心就好像种子扎根的力 上一次你们有听我们的亲子直播吗 有听 所以是比较熟悉对不对 本能中心就好像一颗种子 扎到土壤里 你们如果有看过一些种子发芽的视频 你就会知道 它是先生出它的根 越生越长 然后它才会发芽 这就是本能中心扎根稳定重量 种子扎根了 它才能够开花 所以情绪中心的生命能量 是开花拓展的力 那你就得知道 情绪中心的能量 跟本能中心不一样的 扎根是不是得稳定 是不是有重量感 那情绪开花的能量是怎样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因为等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 有些时候你们对于自己 情绪状态的担心 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绪体 都是这样的 开花要怎么样 要展示 所以情绪中心的能量 是展示的能量 也就是我们有情绪 就特别想别人知道 花开了不就是被看见吗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情绪很弥漫 情绪体就是这样的 再有当开花的时候 是要产生连接 对不对 因为它要完成兽粉 它要繁殖 所以情绪的能量 就是想对别人产生影响 想跟人之间产生互动 也就意味着 我们表达情绪 就是想影响到别人 所以你的朋友 对你表达情绪 就是想影响到你 这个就是连接的能量 还有情绪的能量 它是不稳定的 它是有弹性的 它是变幻莫测的 因为情绪是要构成 我们在体验上的丰富性 简单的说 我们在本能中心扎根了 我可以生存在这个现象世界 而情绪让我们怎么样呢 让我们可以展现自己 让我们可以跟另外一个人 产生关系 让我们可以收到生命的体验和美感 这样我们才会结成关系 形成群体 还有获得生命的美妙滋味 也就意味着你喝一杯酒 只是喝进去 这个是本能中心 你吃一碗饭 只是吃饱 这个是本能中心 但是你品出这杯酒里的滋味 甚至你品出来 酿这个酒的人的用心 是哪个中心 情绪中心 所以情绪是一种很美妙的智慧 你吃一口饭 你能够吃出内在的感动 这个是情绪中心 所以你知道 如果没有情绪中心的能量 人为活着而活着是好苍白的 对吧 所以允许你的情绪中心 有些时候很嘚瑟 很夸张 有些时候呢 很想要别人对它做出反应 有些时候很渴望 别人对我们做出呼应 那不是你的情绪有问题 它本来就是这样 先承认它是这样 我们才能带它升级 让它更健康 让它更成熟 然后情绪中心发展好 我们才能够发展 我们的理智中心 理智中心就是结果聚焦的理 也就是花开了 然后呢 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养分 收进我们的果实 结成种子 去到下一轮 那我们今天不展开 讲理智中心 可是大家能够 在这个图上看得到说 情绪中心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连接点 情绪中心的能量状态 直接决定了 我们在本能中心的力 能不能够充分地发放出来 这就好像你努力地工作 可是你在工作里 所带着的这份热情 能不能带动影响你的团队 你为自己创造 丰盛富足的生活 可是当你们住在 你买的房子里的时候 你的家里的人 有没有幸福感 这些不是本能中心 是能解决的 所以你们会清楚地知道 说你把钱带回家了 不一定把幸福带回家 它需要情绪中心的能量 同时 情绪中心的张力 弹性 丰富度 直接决定了 我们去到理智中心的时候 能不能够建立秩序 能不能有足够的素材 提供我们的思考 能不能够因为内在的丰富 所以做出清晰的识别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 思维能力很强的人 只是会思考 这代表他在本能的位置 有力量能扎根 他在情绪的位置 很丰富 能够从不同的现象里面 获得信息 他才能够做出高质量的思考 好了 现在我们把基本的原理 搞清楚了 那我们就回来 刚才长如说的这个问题 我相信 长如 对 我相信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 还有我们现场的小伙伴 已经开始对于自己的情绪 有不同的体验 对不对 所以当长如说到说 在职场里面 要不要发展自己情绪的能量呢 毫无疑问 我们需不需要呢 需要 非常需要 否则你会发现 你在本能的努力 感染不到别人 你就会很辛苦 然后你会发现 你做出来的结果里面 当你想要为自己提炼出 更有效的选择 去到下一步的时候 好像我们的思维打不开 因为情绪中心是养分 它能够滋养到我们 让我们有活力 让我们更开阔 让我们更多元 所以首先我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情绪价值 这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这是一个必要的话题 这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情绪体 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情绪的层面 不是去创造那个低频的情绪价值 而是创造那个高频的情绪价值 所以我特别想说 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小伙伴 一开始他们看不上情绪的价值 包括我自己曾经 我是个迷恋理性的人 因为我觉得情绪非理性 我觉得它会搞乱自己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 不是情绪搞乱了我 是我没有能力驾驭自己的情绪体 我的情绪体不够健康 不够平衡 所以情绪是我们这一生的必修课 如果我们对自己说 我不喜欢去迎合别人 我不喜欢用情绪讨好别人 特别棒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用我的情绪体 带给生命美感 带给关系营养 让我可以更具有影响力 而且可以形成共鸣 所以如果你的情绪体很健康 不只是说你的情绪感受好 你们的关系也会平衡得更好 还有你个人的影响力 传播的面就会更广 这才是情绪体对于我们的价值 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吗 可以 非常好 谢谢你的问题 好 非常感谢玉珠老师的解答 确实正如老师所说了 那我们不仅仅是要选择 去发展自己的情绪价值 更要去发展自己的高频的情绪价值 高频的情绪体 那许多伙伴刚才在弹幕里面 也积极地互动 展现了自己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一直在说老师的理论非常好 老师长得又漂亮 然后又非常有能量 看来大家的情绪价值还都是比较高的 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互动环节 那我刚刚的互动环节 实际上我看到咱们的互动区 很多人都是在记笔记 那我们实际上在整个直播之前的话 也已经收集到了一些问题 那也有请玉珠老师选一个问题 给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和这个参与问卷调研的这些朋友们一个解答 选一个 好 我看到大家在前期的调研里面问了很多的问题 其实我挺想把这些问题都放到最后一块来说 但是我现在挑一个来说 这里有一个小伙伴问说 做事情充满了无力感该怎么破解 为什么我想在这个点上简单的回答一下呢 因为我们的力量也来自于我们生命力内在的结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精细的区分自己 包括等一会我们也会谈到失败感的问题 我们对于自己所产生的体验 我们先要定位我究竟是产生在生命力的哪一个中心 当我们说无力感的时候 这个词啊 它有机会被做出各种各样的演绎 比如说 如果我们体验到周围环境里面有一些压力 有比我更权威的人 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他都抢在我前面做决定 那这个时候我的力量就使用不出来 那这时候其实是哪一个中心受阻呢 本能中心受阻 对不对 那本能中心受阻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我们对于自己的力量 对于自己的价值不确认 那本能中心一受阻 就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 叫懒 懒 懒是什么 就是我的力量出不来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一无力感以后 你是懒了 那就是本能中心受阻 那本能中心受阻底层的课题 就是关于我不确认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对于这个团队有用 或者我做这件事情有结果 可是我这个人的价值是什么 不确认 这是一种无力感 那么第二种无力感呢 有可能来自于情绪中心 这个无力感是什么呢 就是我得不到环境和别人的呼应 就是我怎么对你好 怎么你就对我没有反应呢 我做了那么多努力 你们没有看见吗 或者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对我说这不是你要的 我们是不是瞬间有无力感 这个无力感就发生在我们的情绪中心 非常好 所以如果是在情绪中心发生无力感 其实是我们跟别人的接收模式对应不上 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关系出问题了 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为什么你都不在乎呢 并不是真的关系出问题 是我们的情绪模式之间对应不上 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越在乎你 他越不知道怎么表达 他只为你做做做 而不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在情绪中心 如果发现说 我在情绪上面的需要 和别人表达情绪的方式连接不上 我们也会有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就是在跟人的关系里 好像带不动 好像连不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种低频状态 叫做赖 赖是什么意思 就是反正做什么也没有用 然后我会在跟别人的关系里面 不主动地去表达 甚至表现出某种回撤 我要你来明白我 我要你来带动我 如果你不主动地告诉我 你在乎我 我不想做出明确的表示 所以这种在情绪里面的拉扯感 你们体验过吗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关系里很赖 你拽他拽不动 那你就得知道 他一定在情绪中心体验过无力感 也就是他对于情绪的需要和对于情绪的表达 跟另外一个人对不上齿轮 他以为是关系出问题了 但你们就会发现说 有些时候这个关系又丢不掉 又互相很纠缠 那就是关系没有出问题 但是情绪出问题了 好那还有一些时候 我们的无力感来自于理智中心 什么意思呢 这份工作我做了很久 原来做得很棒 或者说我原来跟团队之间的相处 我对于他们带动他们很有效 这是做着做着 随着市场的发展或者时代的变化 我发现同样的事情 做不出同样的结果 我还是越努力越费劲 边际效益越来越低 我开始自我怀疑 我开始自我否定 这其实就是指在理智中心 我们的创造力启动不了了 你曾经有效果的部分 它没有办法跟着时间前进 所以我经常说 我们在理智中心任何一种活法 都有有效期 你养育孩子的方式 带领团队的方式都有有效期 当这个有效期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理智中心 特别的无奈 我们会觉得说 我已经做到我的努力了 我已经把我能知道的 全都做了一遍 为什么还没有用 你就会发现有一种 原地跑步的感觉 这个时候其实是 理智中心的无力感 那理智中心的无力感 一旦出现 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方式 叫做执迷 也就是我较劲 我就在这个点上死磕 我不太愿意去相信 还有新的可能性 所以当我们说 我总是有无力感 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 先学一件事情 区分自己 我们所产生的反应 到底在哪个中心 但是不管你产生在 哪个中心 其实它跟情绪 也都有关系 等会我们有机会 来聊一聊 怎么样透过情绪的 带动和转化 帮助自己可以跳出来 这样子的限制 好 谢谢宇志老师 您喝点水 好 谢谢